主席 主席 賴主委 以及 部長 還有我們 主席,我先請賴主委 請賴主委 賴主委,你好 賴主委,你好 我請教一下,今天下午 是不是有 我們十大本土的傳統產業 就是毛巾,琴技 還有內衣,陶瓷,永衣等 這些中小企業 來這邊 陳情,有沒有這回事 我所了解的 好像是在立法院陳情 我有聽說了 那是為什麼 我的理解是 我想我們國家的 這個本土傳統產業 對EGFA 即將在未來 明年要去正式協商的EGFA 他們有蠻多的憂慮 他們擔心說,會不會將來 在未來幾年 會對我們的 本土產業造成衝擊 本土弱勢的產業 他們的屬性是比較 是中小企業的 會不會造成衝擊 比如說,如果說大陸的這個 貨品 現在事實上,這一些傳產的 大陸貨品都可以 這個去年520之前 在民進黨執政時代 是從2002年開始 這些都長期植入 進來台灣 那這些目前的平均關稅 大概是,這個可能經濟部 比較清楚,8跟9左右 在台灣的平均關稅 但是如果這個EGFA之後 會不會關稅繼續往下降 他們關心,因為關稅如果繼續往下降 那大陸的貨品就會更有這個 比台灣的貨品更有這個競爭力 他們擔心這個 那他們也擔心 那這樣會對他們的生計造成衝突 那是不是這個主管機關 有相關的配套措施等等 他們非常關心這些議題 基本是瞭解 這個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已經開放 有三千多項 的農工產品 當然 也包括 剛才本習 像你提出來 已經都下午 這些中小企業的一些 決得 他們可能面臨 一種 將被毀滅的一個危機 所以特別來陳情 那在民進黨政府任內 也一直沒辦法來解決 那目前 我們在推動的EGFA的問題 其實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好像 所面臨 三千多項的這些產品 開放 進口以後 那他們 一下子受到這麼大的衝擊 倒的倒 也有很多 無所事從 那經過 新政府以後 以及 有進行輔導 以及 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目前 剛剛穩定下來 又 EGFA的問題 又要加以 讓他們面對 所以他們覺得 又要面對第二次的危機 那其實他們所要 陸委會的立場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構想 要 跟我們經濟部 或是說 農委會 來磋商 目前推動這個通路的問題 台灣金品館的問題 適合口行 你說明一下 通路的問題 我的了解 的確是 我們本土弱勢 中小企業的一個 很大的障礙 那 這個一直是他們的問題 所以 這些問題 他們大概是從過去幾年來 大概 至少五六年來 經常就跟 政府來提出來 那現在 這個 面對未來更多的 更大的可能 未來的這種 EGFA談判之後 他們的這種 憂慮的加深 我想經濟部 這個是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我也看到今天 跟昨天的 這個報紙都有寫到說 經濟部現在有一個 未來十年的方案 是950億 是不是 950億的這個方案 是因應 未來貿易自由化的 但是這個通路問題 非常重要 所以我跟經濟部長 我把這個也反映給經濟部長 因為我們常常到基層去 去座談 我們都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都反映給經濟部 現在經濟部非常明確的 告訴我 說 他們對於台灣 金品館的這個 訴求 他們接受 而且他們會在 他們會選擇地區 找閒置的空間 來辦理金品館 所以 已經確定了 所以 但這個是這個 這個 我們後來這幾天 一直在跟經濟部 討論商量 後來部長非常明確的 這樣的一個 已經有確定 確定 台灣金品館的 場地 那請 市長 市長您 說明一下 這個地點已經選擇好了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籌備的情況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 中小企業柱本來 就希望在 適當的點 找一些場合 把各鄉鎮 或者把台灣金品的東西 能夠擺上去 那我想 那樣的地方 一定還有多餘的空間 我們來工業局跟中小企業柱一起合作 把這些 今天在訴求的這些行業的東西 也一起 能夠 擺在上面 我想 如果有一個大館 現在老百姓的買東西 很少說我專程跑到台北的一個地方 買一個館 所以我們現在的 做法是 比較分散式的 讓他在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那麼讓他有機會 他能見度高 那當然他賣的機會就多 不過我在這裡要補充說明一點 即使我們開始簽ECFA 這些 雖然已經開放 可是我們這些 絕對不會優先 讓他去降稅 所以 對這些行業的 對這些行位 現在的狀態 跟未來幾年的狀態 是不會有更多的威脅才對 那我們 現在反而對這些行業的輔導 要更增加 好的 那我希望你們 有進行到這個階段 要讓業者知道 是我們持續有跟業者在溝通 對不是說他來大驚壓進的時候 那時候壓著你們來解決 你們才有說 應該包括陸委會 你要主動來跟業者聯繫 對謝謝 那個我其實 他們經常會 就是有時候也會來陸委會陳情 所以我非常長期傾聽他們的聲音 所以也把他們的聲音傳達給經濟部 那現在非常高興說經濟部 對於他們的訴求 最重要的訴求之一的台灣金品館 已經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回覆 會選擇地方選擇閒置的空間來辦理金品館 同時我覺得剛剛最重要的一個訊息就是說 從2002年民進黨執政時代開放大舉開放進來的這些工業產品 對傳統產業衝擊非常大的過去也不用防衛措施 WTO反協銷措施來做的 現在在整個未來ECFA的關稅談判 剛剛次長講了不會去進一步的讓關稅去往下降 所以等於最壞的情況就是過去民進黨時代的 這樣的一些狀況的存在 持續到現在這些狀況的這樣的狀況 我們政府如何進行透過輔導措施 透過像剛剛這個次長講的進一步的相關的 如何輔導他們轉型金品館等等 在關稅上我們盡量去爭取不讓他繼續的往下降等等 這些種種的措施來保障我們台灣本土傳統產業 好謝謝你 那等一下 主委等一下那個次長你先回座 主委我最後我要請教你 12月20號 是不是已經確定了 我們陳英寧來台的時間 12月21號 21號是不是台中的一個江城會舉行的時間 12月21號 應該22號 正式的會談時間是21跟22 正式是21號時候 那所以說應該媒體的彩測是對的 早上本期也知道這個信息 媒體有各種不同媒體有不同揣測 有的是說18有的說19有的說20 所以說現在有很多的一個不同的一個時間 現在我也要證明一下 請你說出來 現在台中的一個會談 江城會會談是幾號 江城會談正式的就是21跟22 但是21之前會有先遣團會先來 那22號之後會有辦一個跟正式會談無關的 但是是一個來台投資的這個座談會 也會有參訪的行程有兩天 好那我請教一下 你們有沒有這一次很特別 所以設置了一個抗議專區 成立了一個抗議的專區的原則是 看得到聽得到丟不到打不到 主委啊你贊成這樣的規劃嗎 呃胡市長已經說說過 曾經過非常多次沒有所謂的抗議專區 他們因為集會遊行的主管機關是市政府 就是縣市政府 那個胡市長他已經說明了好多次說沒有這樣的東西 也沒有意見專區也沒有抗議專區 沒有這種事 因為齁去年的江城會 可以說在維安畫面 也鬧得國際笑話 讓我們的客人呢 受到百般的呢 的凌辱啊 搞到三星半夜 這個是我們邀請的客人 我希望我們陸委會 跟海區會 也要來進到地址之宜啊 不能讓我們邀請到的貴賓啊 受到這種這種壓力 而且在整個維安工作方面 發生嚴重的缺失 你有沒有保握 維安工作是屬於維安有維安單位 內政部警政署跟地方的市政府 那我相信我也知道他們非常努力 也非常專業 維安的部分是屬於 我們是政府是有分工的 好 謝謝你啊 謝謝 為了讓主席公平起見 我們不會帶走不走 好 謝謝